由威拉瓦斯特出發,之後坐西伯利亞鐵路去伊爾庫茨克, 再到奧爾虹島由貝加爾湖,之後回到伊爾庫茨克, 再回到威拉瓦斯特,一共是15日的行程。 這次我們去威拉瓦斯特,以前叫海森威,是中國的傳統名字, 但現在中文名叫弗拉瓦斯特克,在1860年代被俄羅斯改, 所以不要再叫海森威,會被人笑的。 我的行李已經是23kg,女生的行李是比較重的,已經到了上限, 那怎樣放手信呢? 在俄羅斯機場就可以搶錢了,用這部機,用銀輪卡搶錢就沒問題了。 現在只有-10度,街道很少人啦。 這麼快我們就來到中央廣場和遠東蘇維I政權戰士紀念碑啦。 週末的時候還會變身成為市集, Nabhan的筷子題題擄列在 cinťana בש rue之後你好長的 Kazakhstan 這間摑 ces Australia很出名的游客必旅 탄 rangha 這間班戟餐非常有名的, 當地人及旅遊客都 value buschlag đây� ont стр. 連韓國藝人,甘中國及aş giangını, 也有来过的 价钱也很合理 一个二人餐只是122元 真的很划算 有三文鱼子酱 柔柔的咸咸感 有酸的黏三文鱼烹饭 沿途有很多卖手信的档口仔 但是夏天应该会更多 海呢? 原来结冰了 还可以在上面走 有两条没见过海结冰的牟尼在玩 我们在冰上面走 不让你入镜 不让你入镜 搞定 有点热 好 有点热 有点热 不然 有点热 不然 好多遠喔 噢!有人PK啊! 原來整個冰面上海在動的,見不見到啊? 冰面還有聲音,靜點聽聽 原來冰面很薄,很多人還在冰上玩 冰面好像會呼吸 陸地和沿海之間相鄰的地方都是固體,感覺很奇怪 噢!冰滑梯爛了 好囉! 這個也不一樣好 好耶! 我有小貼士 要買SIM卡就記住來這個商場地下 當地電訊商MTC那裡買 15日只是港幣50元 Food Card 都很大 很多人 超級市場就在這個商場地下 我們就在那裡入貨 準備3天3日西伯利亞鐵路之旅 超市真的什麼都有 這位是俄式的一夜竿 這些就是最有名的俄式即食薯蓉 是鐵路之旅必食的 這個魚子醬套只賣11元 竟然比一個炸醬的杯麵 麵包有些多 先餵下白鴿 去超級市場買完東西之後 我們就去晚餐啦 在超市买了很多东西 吃完皇帝蟹后就要乘搭火车了 全家的大部份都是韩国人 哇很多新鲜皇帝蟹呀 有蜆呀 这包很厚 很多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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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味道像滾鱼湯,淡淡的 因為是淡季,每隻蟹平均2kg,港幣285元 我們在外賣多了兩隻皇帝蟹上火車吃,所以這餐要1000元 之後我們就坐全球最長的鐵路,西伯利亞鐵路 這次只坐一小段由俄羅斯遠東的貝拉羅斯多,去到中部的伊爾夫斯克 要坐三天三夜 第一次坐